这些饼啊 你也要 老子 隔板 几包 整个人趴在摩铁地板上被警方压制 这名黑男知道自己抛不掉 决定不再反抗 原来他是来特地交易的毒贩 却没想到带钱来的却是警察 中了埋伏 嫌犯带来的一大箱里面装满这一包包 通通都是毒咖啡包 但要抓到他可不容易 直接在推特上打广告贩毒 一般人看没什么奇怪 不过在他简介上的这段文字当中 其实大有玄机 音符其实就是毒啪的意思 饮料杯则是指毒咖啡或毒果汁 至于香烟就是K烟 而音乐客装备则是要贩毒的暗号 以往贩毒集团使用的暗号 都还是会用文字呈现 但现在却进化到 用这种手机打出来的符号 当作毒品代号 像这名嫌犯一样 类似的卖家在推特上面还有好几个账号 所有人也都是用同样的暗号 警方乔装买家 说要用25万买1000包 中信嫌犯才同意在汽车旅馆面交 他以这个音乐客的装备 当作暗语来贩卖毒品 那期间甚至标榜 他有送货到府的服务 那行径十分的嚣张 其实在好几年前 就曾有毒贩把K他命称作悠闲 被警方扫荡之后 代号也不断在更换 如今毒贩在推特上广告毒品 代号在变 同样逃不过警方法眼 TVBS宣传本会 新闻收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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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